這個是今天最新出來的新聞跟消息 我要跟大家簡單的分享 如果您是習慣看直播 但是沒有在關注我的這個粉絲頁的部分 這個優惠也非常的好 值得您去辦下來 對這個直接講結論 就是您可以去辦下來使用 不論你是新戶、舊戶都可以去辦 那如果您是新戶的話 我建議你先從1秒刷太金塔下來辦 因為它這個東西就是新戶 有特別到索尼加碼1%就來到網購4%的部分 這個部分它現在因為2019年度沒有舊戶活動 所以您有興趣就直接上網收辦就可以了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 那個Gogoro Gogoro的那個舊戶活動即將在3月30號結束 如果您想要再多拿500元的現金會不會的話 您可以卡路跟寶可夢這一款 一樣也有就是每三個人我就抽一個 就是送入500塊現金給你 有機會抽中 機會機率蠻高的 那因為Gogoro它的舊戶活動即將結束了 所以您如果要辦的話 其實要也好康其實應該先買它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張卡片 它其實應該是有 它這個活動應該是到年底 所以您只要是之前都沒有辦過這張卡片 第一次申辦的朋友 一樣都可以享有這些好康 它的好康有什麼呢 手刷禮的部分是新卡手刷禮 它不是新戶 所以您是舊戶也可以適合來參加這個活動 手刷3000元 你就可以換15萬點的open point元素 大概可以換30杯的咖啡左右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可以換登機箱 或者是它的那個入場券 就是那個平均的那個 那個棒球賽的入場券 我個人覺得那個是CP值 因為我不是棒球迷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所以我就沒有列上去 但是如果您自己本身是喜歡這種 限定正品登機箱 20寸不錯的話可以選這個 那我個人覺得CP值最高 還是這個所謂的open point元素 因為15萬點可以做很多事情 尤其是那個什麼點數放大送的時候 就是到88點就可以換一堆餅乾 什麼的就很不錯 所以我個人非常推薦就是 你刷3000塊錢 你刷15萬點open point元素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一些其他好康 我列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主場的購票五折琴 如果您自己本身是統一師母的話 喜歡這張就是我們的統一師聯名卡 那你就可以把它辦下來使用 這個還不錯 那再來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優惠叫做統一師銀球紅利三倍 那趙豐他的這個信用卡的紅利點數是25元1點 那紅利三倍就是25元可以拿到3點的點數 那他一樣差不多就是每1000點左右可以比50元 所以他的現金回規率大概是0.2左右 就很低啦 所以我個人就不太建議你拿這張卡 可以當作主題卡做消費 你可以把它拿來買票 或者是鑽手抓理 好這樣就夠了 那你要拿他來刷卡消費 我就不建議 因為他那個部分沒有很好 那再來的話 另外兩個優惠是非常非常神的 你一定要把它辦下來用 比如說你今天有捐款我就送你一杯咖啡 你再拿這張卡片去做咖啡加購的部分 就是升級的部分 你就每一杯咖啡都可以多拿到1000點的open home 這個非常的猛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趕快去辦下來使用 這個就算沒有推薦 你也應該要趕快去辦下來使用 最後一個就是自動加值的話 他會贈送10000點的open home的點數 這個就等於是我們之前所謂的那個 國代世華的coco combo卡 他去年不是每自動加值一次就送你7500點 就等於是5%的回饋 那他現在是每自動加值一次就送你10000點 大概是6.66%左右的回饋 那你可以把它拿來繳一些水電賬單 如果說那個iCash繳費可以做支付的部分 你都可以拿這個東西來賺 所以真的是不錯 那他是一次自動加值500塊 然後贈送10000點 所以你就是如果自動加值一次是1000塊錢 他也只送你10000點了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的自動加值最好是你500連 為單位來做驅動 你這樣子可以賺比較多 那規戶上限為3萬點的意思是 你每個月的自動加值 可以自動加值三次 照單周期裡面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可以拿來做調配 可以考慮來使用 這個真的是非常好 就不管有沒有跟團 這張卡片就是真的應該要去辦 再加上他有一個特別的優惠 就是因為他是JCP卡 你家裡面如果使用的是那個 台灣行動支付是Android手機的話 非常適合辦正卡跟副卡 然後全家人就是一起來綁進去台灣行動支付 只要綁就多100元 你一賺三付就是一家就多400塊錢 真的是很不錯 所以如果您自己有需求的話 趕快去辦這個適不遺遲 真的很棒 這個是真心推薦 OK